孫茹哥 詞人 歌詞人 歌曲 shampoo 歌曲 劉堂 曲 歌曲 劉堂 詞人 歌曲 劉堂 歌曲 劉堂 我們繼續講故事了 我對看電影我是非常喜歡的 我是一個標準影迷 那個紀錄片我 最近我们纪录片电影院演的比较少 都要看那个地理频道 理论频道 其实那其实也是一种纪录片的形式 那我们听了这么多 要要欲试 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也很想看 那现在还在 在什么地方演这些电影 我们这次影展是在 曾善美西渊吗 还在展吗 没有没有就是10月7号到11号 还没展吗 对还没有 那么还可以 所以也请观众朋友们多多的 10月几号再讲一遍 10月7号到11号 在台北 曾善美西渊 新闻厅嘛 对对对 那是怎样全天 对从早上10点开始就第一场 然后一直到晚上10点半 就是说我们上我们的官网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场次表 就是等于一天都在演 对连续五天 连续五天 他每一阶段演 中间休息多久呢 我们有的场次会邀请到导演 像这次死了都要嗨这个导演 他会来 然后重返忧郁的热带 这位巴西级的导演 他也会来 然后我们还有 像刚刚讲那个 女性导演也会来 那他真的超棒啊 对我们会邀请 就是邀请10个左右的 国外的导演来 然后每部片子 这在影片后面都会有因后座谈 那因为纪录片 它比较跟电影规格比较不一样 所以有的可能是以90分钟的长度 有的80分钟的长度 我正想问多久 那反正他还是也有一定超过半小时 对对对 每一个场次都一定都超过半个小时 那这些制片导演啊 他们来台湾 他们是怎么 自己付费还是我们这边 基本上是我们会邀请他来 然后有影展想办法 想办法帮他们找赞助 或找经费这样 因为影展这边的经济状况 因为我们并不是专职在做这个工作 那像我本身也在教书 那我们的礼件事基本上也都是在 各自的各行各业领域 那所以我们也是尽量想办法找赞助 那没有赞助的话 我们尽量就影展这边 我们会把这个费用给cover下来 那我们行政院有帮忙吗 行政院下面的单位 行文局 文件会 文件会一直都是我们最支持我们的 我觉得文件会 现在这个文件会 当然现在这位主委 圣志仁 他还蛮有心要做些事 但我有一次跟他有在开一个座谈会 那我总觉得他对这个动态 动态的艺术是比较支持 我们静态艺术他比较忽略了 他比较支持动态 比如舞蹈啦戏剧啦电影啦 他都比较支持 但是那天我也有请教他 我说那我们静态的 我讲了以后他有没有什么帮助 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他对动态艺术 还蛮支持的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想慢慢动态艺术支持完了 我们静态的 也可以得到一点帮助 动态的基础也是以静态为敌 是啊 所以我是觉得 一个地方 一个像我们办的 比如说一个国家他办市运 办什么 全球都会注意到他 比如说他有什么奥斯卡奖 什么都会注意到他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民族制的营长 如果说继续的下去 我想有朝一日 他们都会 我想国际间 就是会大力的支持 是 因为这一次民族制的营长 我觉得在台湾 很重要的一个 撰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说 我们要环游世界 的几率是 每个人就是说 一般人要能够环游世界 的几率 大概很难很难 但是我们透过一个营长 我们可以一次看到 这么来自世界 各个不同地方 而且可能有些 从来是你没听过的位置 或者人群 他们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有助于 就是说台湾的观众 台湾的朋友 就了解 视野会打扮 拓展视野 对 那其实好像 去环游世界 也不见得真的是 接近他们的人的生活 只是看到他们一些 吃到一些他们的食物 看到他们一些美景 你真正要接触到 他们的一些生活 他们的文化不容易 对 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个营长 多么丰富 我们一定要去看 十月几号 七号到十一号 七号到十一号 整全天 他是这样 就是演完一部就是一部 不会再轮回了 对 我们只有一部片子 有加印 那就是说每部片子 都是都只放一次 只放一次 对 那有一部片子 有加印是 我特别喜欢这部片子 那这部片子 在世界各地 也得了非常多的大奖 那这部片子 叫消失之岛 他就是在谈 巴布亚新吉内亚 我两年前有去过这个国家 然后因为拍我阿公的纪录片 那为了要追寻阿公 这个高沙一勇队的脚步 去了一趟 巴布亚新吉内亚 那他就在谈 巴布亚新吉内亚 外海的一个小岛 非常小的小岛 然后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 很可能很快就不见了 而且可能比我们吉里巴斯 或者是那个 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对 比我们所知道的 我们现在 就是 跟我们国内有另外一部片子 叫沈梅之岛 那沈梅之岛 他今年这次 台北电影集 拿下台北电影大奖 那这部片子 这部纪录片 也会在我们的 这次影展会播 那消失之岛呢 他用了 他待了非常长期的时间 这个地方 而且他的影像 非常的失忆 你光看那个海水涨上来 然后浪潮打到那个房子 那种画面 你就会感觉到 哇 这个地方 我的家园就快没了 那这群人 他们有死守派 就是我死也要死在这个岛上 有一个就是移民派 那移民派 你要移民到巴布亚新吉内亚岛上的话呢 因为是两个不同 一个是布里尼西亚人 那巴布亚新吉内亚岛 是美拉尼西亚人 那个语言 种族还不一样 语言不好 对习惯也不一样 这要怎么办呢 而且在巴布亚新吉内亚上面 目前的治安状况不好 可能他们之间也或许上去也无法融合 发生更多的问题 因为他们这个小岛上面 布里尼西亚人是海洋民族 那他们如果到美拉尼 就是政府给他们那个地上面的话 去荒地去开垦的话 就不是他们的个性了 对 要强迫他们变成农业民族 那很难啊 所以其实这部片子 在世界各地得了非常多的大奖 而且整个画面非常的失忆 而且非常震撼 在失忆中又很冲突 对 非常震撼的一部片子 所以这个导演的手法就很厉害了 是 我没有看哪儿 但是我可以想象 他用一种很诗情画意的方式 但是里面蕴含着很严重的冲突的 是 要去看要去看 我们今天你来 我们可能真的是 尤其像我们这些画家 可能多了解一些 这些其他国家文化 画出来的东西是更不一样 更有内涵的 希望如此 如果说能够在 民族制影片也是希望说 让各位看的人能够回想到 反思到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对 那我们这个影展嘛 有没有一个什么 比如讲项 比如说 他是一个什么 比如说金雄奖 金记奖什么 有没有这种什么一个影 讲项 我们这个影展是观摩星的影展 就是他并不是竞赛的影展 那基本上就是会 因为基本上 这不是商业的影片 那竞赛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对 对那个票房 没有什么帮助 那所以这部份一直来讲 民族制影片讲 一直都是以 以观摩星的影展 观摩星的影展 对对对 介绍 主要的任务就是说 介绍这样的一个多元 对岸又多彩多姿的一个影片拍摄的内容和方式 来介绍给台湾的观众 将来这个影展就整个的会到 会巡回我们台湾展 那这个巡回 那我们巡回到 你们有网站吗 就是说你们的这个 有我们有一个民族制影像学会 像我们这后面这个就是你们的网站的 对 这是这次影展的网站 对影展的网站 那如果我们上你们的网站 可以知道 比如说中南部的观众对人有兴趣 如果台中的我在哪去看 或是都可以 对那个巡回的影展 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才会公告 那这次网页上面还是 基本上以这次影展为主 那我们有影展 也有Facebook的粉丝网页 对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是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网页上面去加入 那你明年的 就是他巡回 就是他巡回 明年年初才会巡回嘛 对明年差不多四月份的时候 四月份才会巡回 对对对 那这样子 如果巡回以前 我们有幸如果再邀请您来 谈谈我们这次 在台北演出后的观众的回响 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没有问题 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谈到这方面 没有问题 那我们还有一个故事 刚才我听蔡老师讲 我就很有兴趣 About牛粪 牛粪 对对对 那我们先讲 如果时间到 我们就再等一下再继续 好吧 先讲 我为什么对牛粪特别有兴趣 因为我小时候跟牛粪为伍 你也许不知道 为什么我跟牛粪为伍 看起来不像 那个牛粪 其实因为牛它是吃草 它吃草 它进去消化了一下 它出来的那个纤维 还是可以用 所以很多很多少数民族 都还利用这个牛粪 其实我们不是少数民族 照样要用 就是那种环保的一件事 那我以前小时候 我是住在澎湖 澎湖的一个乡下 叫做胡锡香 胡锡香 那个胡锡香 它因为用老故事搭的房子 所以它 我那时觉得 它们蛮恶心 因为很多黄牛 我没看过水牛 就是很多黄牛 种田拉车 那他们就 我看到澎湖人 就用手 把那个牛粪一路拉 牛都不控制 一路走一路 就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 它用手把它拍拍拍 拍成一个饼 把它贴在那个老胡石上 就晒干 把它收起来 当燃料 但是一烧的时候 那个味道 我觉得不是很好 因为我那时小时候 刚刚到澎湖的时候 不知道贴那是什么东西 还有时候还去扣着玩 后来才知道那是牛粪 所以我对牛粪 也有基本的情感 我们这次影展里面 就有一部片子 刚好就叫牛粪 它名字就叫牛粪 你名字就叫牛粪 它是在 它是西藏 它是一个西藏的藏人拍的 叫拉哲 它是一个藏人 然后它拍这个牛粪里面 非常的令人惊讶 就是说 在西藏高原上面 藏人多么依赖的牛粪 就是牦牛牛粪 它可以变成是 不只是燃料而已 它还可以是 盖墙壁的 对 它还可以是 这个做 做这个 肉的那个 腸肉的那个 肉绞 或者是像肉 用牛粪做肉 对 那也可以做狗屋 对 也可以做 就是说 它可以 各种用途 各种用途 而且非常重要 那里面这部影片 就是里面 没有什么台词 就看到不同的人 一直在用 就是用各种牛粪 从冬天到夏天 然后牛粪在藏人里面 扮演的角色 然后就会非常大开眼界说 哇哦 这个牦牛牛粪 在藏人的社会生活里面 这么重要 原来这么重要 因为他们真的很环保 而且那个牦牛 对他们来讲 那简直是 什么都依赖这个牦牛 从喝牛奶 那个皮 肉 我吃过牦牛的肉 肉干不好吃 那还有他们 你说他们的牛粪 对不对 我觉得一切都依赖 并且 西藏人有时候洗头 还有牛的尿洗头 这不是很臭吗 这我不晓得 因为这影片 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影片里面 就没有交代 对 所以我觉得越是 所谓的文明人 我觉得他越不环保 当然了 文明 如果真正文明 它一定够环保 我们像瑞典 他们真的很环保 那也是很环保 要不然就回归到 真的很原始 那真的很环保 它一点东西都不浪费 所以就牛粪 到时候可能要 寻回到澎湖去 我们好像还没有机会 到澎湖过去 那你现在就 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考虑看看 对 到澎湖去 其实澎湖也可以做一些 你要拍纪录片 澎湖也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澎湖 澎湖 因为我小时在澎湖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 当然我小时候 现在怎么样 都有变化了 应该是变化很多了 对 但是去过澎湖的人 他对澎湖那些景观 他就是海边的景观 澎湖的吃的东西 都还是印象非常深刻 澎湖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 对 我有一个大学 我以前在中华大学监课教书的时候 我第一年教书的学生 他后来拿到硕士学位 他就回到澎湖 而且我想是在旺安 旺安啊旺安 旺安 而且在那个花宅 他现在也留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一个年轻的小女生 留在那个地方 在为家乡做事 是 我刚从澎湖来台湾的时候 我小学四年级 下学期 我跟着我爸爸调到台湾来 刚到台湾来 我有几个很让我很震惊的事 第一个 我坐火车 澎湖没有火车 是 一路坐火车 从台南坐坐坐坐 我们那时候办到风圆嘛 一直到 我得坐火车 第二个 我觉得他坐火车好新奇哦 第二个让我新奇的就是 哇台湾怎么那么多树 火车外好多树 澎湖的树都比较矮 第三个 我觉得我很自卑 因为我好黑哦 我觉得怎么在看那个等车 放学的那些小小女孩 怎么每个都那么漂亮好白 我怎么那么黑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 那时候这几样 就给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老师有机会 如果在阿美族生活的话 你就发现黑是一个 老人家很喜欢黑 因为你黑表示你有晒太阳 很勤劳的工作 阿美族是不是 我听说阿美族是 我们台湾原住民里面 比较高的民族 对 身高上面确实比较高 而且比较白 白确实 看相对于哪些 哪些族 确实它是有 有一些是比较白一点 可是阿美族的文化里面就是 黑是一个勤劳的象征 好 我觉得这个是好 因为现在 如果黑是美的 国外也都是黑是美啊 如果黑 皮肤黑 深色 是美的象征的话 我觉得 很多女孩子会 很开心的走出国外 卖美白产品的 会比较 没那么开心 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 等一下跟您讲最后一段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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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